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大家早 我們再喊一次 大家早 早 把你想睡覺的氣把它哈出來 這個 我們記得小時候 我們都要做體操 上課之前要做體操 現在沒有機會做體操了 就喊一下 好 那我們上一次已經談到 迪半康可 好 那我們再簡單的把迪半康可的 這個 監容阿威再看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對處理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的問題的size 已經過了 過小的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問題把它解掉 否則我們就把 我們原來的問題把它切成兩個部分 那這兩個部分的size大約相同 所以這是define的階段 再過來看合階段就是 recursive的把這兩個小問題 用同樣的方法把它解掉 recursive的把它解掉 那接下來是merge的階段 就是把兩個小問題的答案 把它合而為一 成為原來問題的答案 那這是merge階段 基本上我們的define漢格都可以 都可以用這三個步驟 或者這三個階段來表示它 那我們上一次有談過 2dimensionalmesma 範一點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一個點在右上角 沒有什麼比你還要大的話 你就是mesma point 我們也談過 close pair 就是 全部的點裡面 最接近的兩個點 到底在什麼地方 close pair 那我們也談過 convase hard 就是平面上給你這麼很多點 那我們要找一個最小的convase polycon 最小的突多邊形 把所有點都包在裡面 這是convase hard問題 再過來說 我們上一次有看到這個 模擬帶軌 那這個模擬帶軌 就是 你的這個 邊邊這個東西 相當於是你跟臨近點的中垂線 那我們把這些中垂線 把它全部 把它合在一起 所有任的兩個點 中間的中垂線把它合在一起 那這個就可以做成我們的 模擬帶軌 好 那接下來是 我們上一次 談了一半的 Fast Free Transform 那我們上一次說過 這個Free Transform的話 是用這個形式來表示它 那可是呢 因為我們在電腦做計算的時候呢 我們是 離散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從這個Time Domain 到Frequency Domain的這個A 取樣點 從A0到AN-1 取N個點出來 之後呢 我們要算出 B 那這個B的話也算出 N個點出來 從B0到B N-1 這個N個點出來 那每一個計算 每一個B要算的時候 四方會等於 這些東西把它加起來 就是AK A 然後Omega的Kj 次方 那其中的Omega 是等於後面這一串 I2π 1的I2π 除以N 那這個Omega 當N定下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常數 其中的這個I 是我們的負數裡面的-1 跟到-1 好 那所以 你要算這個Bj的時候呢 它跟Dk相 AK的K Dk相相關 然後跟你的Bj的Dj相相相關 這是Omega kj 那我們全部有N個東西 要把它相乘之後加起來 那如果說你直接去算 每一項 那你這一項 要算的時間 就O的N的時間 那現在N 這個B的東西 B的東西要算 有N個B要算 那你這個N 乘以N就變成O的N平方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一個 直接算的話是O的N平方 那我們這邊所談的是 Fast Free Transform 代表等一下我們要談的這個方法 那所以以後大家會看到這個FFT 它代表的不是說 是一個複利的轉換而已 它代表是我們等一下要談的這個方法 是快速的 這個 複利的轉換的方法 好 那 上一次我們也看到 就是說我們把這個 從 Time多面到Frequency多面就是 相當於我們把 我們的 這個 這些訊號 把它換成 我們一些 頻率的組合 那像這個的話 就是說 在 頻率是7的地方 它的高度是1 在頻率是15的地方 它的高度是3 等等 換成頻率的組合 那這就是我們 這個Free Transform 轉換的一個用意 那上一次我們也看到 Free Transform可以幫忙 算 這個多項式的乘法計算 那 多項式乘法計算的話 經由這個方式去算 時間複雜度 只要N log n 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 那這個Free Transform 到底要怎麼做計算 剛剛我們說 就是 DFT 如果你直接算的話 那你就是N log n N乘以N O的N平方的時間 這才能做完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看的是 FLT 花O的N log n的時間 好 那主要的增結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我們就要幫各位 複習一下微積分 I 1的I C 1的I C 這個I是一個負數 那這個東西會 剛剛好等於 cosC 加I3C 這就是一個重點 cosC 加I3C 那我們來看看 你看這個Omega的N次方 Omega的N次方的話 Omega剛剛定義的 1 I2P 除以N 這個是1 I2P除以N 那Omega的N次方的話 這時候你可以看 這個N次方跟這個N剛好消掉 就變成1的I2P 然後我們再把上面的cosC 加I3C 再把它帶進來 cos2P 加I3N2P 那各位可能要恢復一下印象 3N2P 就等於3N0度 因為這個 我們的 這個三角 三角函數裡面 這個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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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週期 所以 這個等於3N0度 3N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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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cos0度 是1 cos0度是1 cos2P 就等於cos0度 那是1 所以這個Omega的N次方 OmegaN次方的話 就剛剛好是等於1 那另外Omega的2分之N次方 一半的 剛剛是N次方 2分之N是一半的 那一半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一半的話 算出來剛好是I π 1的Iπ 剛剛是2π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把它換一下 cosP加上I3Nπ cosP的話 180度的 cos180度是-1 然後3Nπ 它也是等於0 所以呢 這個值剛好會等於-1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你給一個N給定之後 那你的OmegaN次方 不管你N是多少 OmegaN次方 它正好會等於1 那Omega的2分之N次方 會等於-1 當然這邊 你 你就是這樣看 好 那 這個東西 跟我們在 如果在各位在大學的時候 有學過這個 其實不要大學 這個 在高中就學過了 簡單的這個 負數的這個 方程式 讓我們看一下 假設我們說 xN次方等於1 那xN次方等於1 在我們的 負數平面上面的話 在負數的這個 左面上面的話 這個有幾個解 x有幾個解 這個一共有幾個解 高中都應該有學過吧 高中都應該有學過吧 有幾個解 有N個解 有N個解 那這個N個解 那這個N個解 是哪個N個解 譬如說 我們現在看的是這個 x的8次方等於1 那這個x的8次方等於1的話 它的解是哪些 這個非常明顯的齁 x等於1的話 x等於1的話 是這個的解 非常明顯的 1的8次方等於1 這是一個解 這沒問題的齁 所以x等於1 當然是一個解 這一定沒有問題的 那x等於-1呢 x-1 當然也是它的解 對不對 -1的8次方還是等於1啊 所以-1也是這個 其中一個解 那這個是在 這個時速空間的 那在負數空間呢 還有其他解呢 好像各位一年以後 到底高中有沒有學過這個東西 從去年有沒有 有 你有 大家其他都有 對吧 應該吧 那我們可以知道齁 這個x8次方齁 正好它的解就正好就是這個圖 就這個圖 這個如果您把它畫成極座標來看 這個極座標 把它除以8 剛好四分之拍 所以它的第一個解 它的第一個解 也在45度的地方 四分之拍的地方 然後它的兩倍 四分之拍兩倍的話 就是90度的地方 這些點通通都是 x8次方等於1的解 好啦 如果我們看這個 歐美加的n次方 那這個就是歐美加 這個就是歐美加 這個點就是歐美加 歐美加 那歐美加的這個點 在這邊就是多少呢 cos 四分之拍 加i3 四分之拍 我們現在假設這個 八次方的齁 歐美加八次方等於1的這個情況 那歐美加本身是什麼東西 歐美加本身就是剛剛 談過了 1i2π 除以n 現在n是等於8 n是等於8 那1i2π 除以n n等於8 那就是這個四分之拍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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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 歐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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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把這個平方一下去算一算 這個會正好是什麼 會正好是等於這個東西 歐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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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ne 的八倍 這個八倍的話就是二拍 那這個就等於1 所以我們的在 在負數空間上面的話 這個x的八次方 它的解答正好有八個 正好有八個 那這八個解答是哪些八個呢 就是ω1次方 ω2次方 3次方到ω8次方 都是它的解答 那我一個東西是ω2 為什麼是它的解答 ω2 在8次方還是等於1 所以解答就是 你把這個子帶進去 它會等於1 那ω2次方形容一個解答 你把它帶進去就變成ω16次方 ω16次方當然是1 ω8次方是1 二拍是一個周期 所以 16次方當然還是1 所以你這邊ω2次方是等於1 ω2n次方當然還是1 3n4n都是等於1 那ω的一半就剛好-1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180度 好 那這個特性非常重要 在我們算FFT的時候 這個我們有個N次方等於1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為它是一個周期性的一個函數 周期性的 所以你到了 這個 cos2拍的時候它是1 到了cos4拍的時候它又回到1 它是一個周期性的 好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case齁 就當N等於4的時候我們舉個範例 N等於4的話 我們把剛剛的 剛剛的公式把它展開 B1 0就是A K 然後乘到ωK 這次方 各位要注意到 這個 ω的幾次方呢 跟K 還有這些相關 跟A的index 還有跟B的index 把它相成起來 就是ω的幾次方 這個是我們的公式 讓我們可以把它展開 當N等於4的時候有4個 我們把它展開 第一項 就是 B0就是 A0 然後ω的kj次方 k乘以j k乘以j 那你這個j b0 0就是j是等於0 那k乘以j的話 都是ω的0次方 所以這邊都沒有 0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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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ω 再過來 B1的話是 kj 這現在是等於1 所以這個的話是 k乘以1 這是 k就是現在是1 1乘以1 這是2乘以1 這是3乘以1 所以就是 A0加A1 ω加A2 ω平方 ω三方 再下一個 kj 要記得是kj 所以這個東西是 k等於1 z等於2 kj就是ω平方 k等於2 z等於2 2乘以2 2乘以2 就得到4 再過來是3乘以2 就得到6 在下面這一項的話 這個是 1乘以3 就是3次方 這個2乘以3 就是6次方 再過來就是9次方 這個是我們直接把前面的DFT展開 是得到這個 好 那現在我們n等於4 Omega的四方 就得到1 Omega四方 就得到1 這個Omega是什麼 1 1的I2π 除以4 那你4次方的話 根據前面這個講法 它的n次方 就會得到1 那2n次方 2分之n次方 就一半的 是-1 那這個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性質 就是 它是一個周期性的 非常重要的 好 那如果你要算這個v 你直接把它算的話 這一個 就要Om 再來這一個 還要Om 那我們有n個東西要算出來 那剛剛說過 前面說過 就變成Om 那這並不是我們要算的方法 好 那另外一個辦法怎麼辦呢 我們想辦法 把它稍微組合一下 b0 跟b2把它寫在一起 b0跟b2把它寫在一起 同時呢 我們把這個順序稍微換一下 a0跟a2放在一起 a1跟a3放在一起 再不然你看b0的時候 你看喔 b0是0跟2放一起 1跟3放一起 那這時候你就看到效果出來了 這個b0 b2裡面有a0還有a2 這個a2是這一項 這個是四方的 這個四方的跟我們說 四方就是等1 這是周期性的 四方是等1 所以這個是a0加a2 再給我們看一下 平方的Om2是等於-1 那Om6呢 每四次方就是等1 每四次方是等1 那六次方就等於兩次方 六次方就等於兩次方 二次方就等於-1 所以這是a1乘以-1 這是a3乘以-1 那我們負的把它提出來 在外面變成這個 所以這個右半邊的部分 就變成a1加a3 但是它前面是負的 所以我們如果把b0跟b2 把它配成一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 左半邊 a0加a2 右半邊a1加a3 這是加的 這是-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算的東西如果 你要算b0還有b2的話 這個a0加a2 這邊算一次 這個地方就可以用了 不要重新算 這個a1加a3 這邊算一次 這邊也可以用不要重新算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b 的重點就是 因為你的 歐美感它是一個周期性的 然後呢 可以導致 你有些東西 算過一遍以後啊 等一下可以使用 不要重複計算 那因此就可以接種時間 好 那再過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b1跟b3 是不是也有這個特性 也有的 b1跟b3 那我們把0跟2 把它寫在一起 是這樣一個情況 然後1跟3把它放在一起 好 那再過來 也是 這個0跟2把它放在一起 1跟3把它放在一起 這個時候 A0 這個歐美感平方就是 A0減A2 然後再把這邊歐美感一雙提到外面來 Omega乘上A1-A3 那你看下面這個 Omega6次方 Omega6次方 Omega6次方這個等於 Omega平方 一樣的 那6次方就是 就是負1 6次方是負1 這個我們再看下面這個 這個把一個 Omega提到外面來 這個Omega3方 還有一個是Omega平方 Omega2次方就是負1 所以把負1也寫到外面來 就是這個 然後再過來是這個Omega9方 這個外面這邊有一個負1 代表Omega平方 還有一個Omega 所以這個已經代表是Omega3次方了 然後裡面呢 這個Omega9方還有剩下Omega6方 Omega6次方就是負1 這個平方 負1 所以你可以看到 m1跟m3一樣的情況 上半部跟下半部這邊 一個加了一個減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 為什麼能夠節省時間 就是因為有寵物計算 好 再下來我們再看 另外一個大一點的Case N等於8 一樣的我們把剛剛的DFT 你現在N等於8的話 你就A0到A7有8個東西要算 然後B0到B7 全部把它展開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展開過程 這個我們就 看這個V6好了 V6怎麼展開了呢 就是A0 然後A1 這個Omega幾次方呢 K這次方 K是1 Z是6 所以1乘以6 就是6次方 這個2呢 是2乘以6 所以12次方 最後這個 7乘以6 所以12次方 這個其實很容易展開 好 那現在我們要計算這個東西 到底要怎麼算 我們想辦法 我們想辦法 我們想辦法把 B0跟 想辦法把B0跟 B4 要把它配對 但現在一下子看不太出來 我們先把B0 所有的 A的部分 偶數的 把它放在左邊 所有A的部分 是基數放在右邊 所以 0 2 4 6 然後 1357 B1也是這樣整理 0 2 4 6 然後右邊是1357 也是這樣整理的方式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B3的這個部分 這個其實 跟這邊 前面的B3是一樣的 一樣的 沒有改東西 但是 13 5 7 把它寫在一起 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你看最後一項 Om3 乘以Om18 就是21次方 這個沒有改的 再來 B4的部分 B4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一下 B4的部分是這個 你先把 0 2 4 6 把它寫在一起 那我們可以看到 A2的Om8 N現在等於8 所以 Om8是得到1的 Om1半次方 就是 4次方 就得到-1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A0 A2 這個Om8 就是1 A4 Om4 16方也是1 A6 Om2 4次方還是1 所以 0 2 4 6 就是得到1 這個地方是得到1的 一樣的 跟我們B0 這一部分是一樣的 那我們再看 右半邊的 1357 1357 是Om4 Om12 24 28 這幾個都是-1 4次方到12次方 這12次方 比它多8次方 所以它也是 等於是Om4次方 這個20次方到 Om4次方 多了16次方 16次方就是 8次方的兩倍 2的平方 所以 這個也是-1 這也是-1 所以你把 V4那一部分 寫出來 右半邊 1357 是用加的 但是前面乘一個-1 下面的V5到V6 V5 V6 V7 一樣的情況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喔 這個是V0的部分 這個是V4的部分 這一段跟這一段 一模一樣 右半邊跟這一半 這個一模一樣 所以當我們要做計算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算了一次啊 未來我們只要在這邊一個加 這邊一個減 就結束了 這個裡面的內容不要重複計算 好 那我們 這個為了減化這個符號 我們把 上面這些東西 用另外一個符號表示它 B0呢 就等於C0加D0 左半邊叫做C0 A024 0246相加叫做C0 右半邊的這個叫做D0 11357相加 叫做D0 那我們看B4的部分 B4的部分叫做什麼 C0減掉D0 C0減掉D0 那另外B4的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C0加上D0 乘以Om4 Om4是等於-1的 Om4是等於-1的 你要這樣寫也可以 用減的也可以 那同樣的情況 那同樣的情況 我們把B1的部分 把它寫成C 左半邊叫做C 那B1跟B5配成一對 你看喔 這個東西跟5的這個 是一模一樣配成一對 那所以它就C1加上Omd1 Omd1 這個是 這是Omd1 右半邊就是- -Omd1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V的這些東西 現在全部把它換成C跟D的組合 那B0跟B4是配成一對的 這個前面這個是C0加D0 右邊是C0減D0 那另外C1 C2 C3 類似 那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剛剛好你的這個算的時候 這個D1 前面乘一個Om1次方 下面這個是D2 乘以Om2次方 再過來是D3 乘以Om3次方 再下一個是 這個配等是一樣的 這邊又變成D0了 但是乘以Om4方 再來是5方、6方、7方 所以它是有非常規則性的 那你要把右半邊這些東西 把它寫成負的也可以 好 那現在我們的FLT 到了這裡 我們是不是就要把這個A0到A4 A0、A2、A4、A6 就直接把它算出來 然後在兩個地方同時使用 答案是否定的 這樣算還是太慢了 雖然你現在已經看到這一段 B0跟B4的前面這一段是一樣的 但是現在是不是馬上就要把它算出來 不是馬上算 我們還要recursive進一步去看一下 recursive 現在我們的C0是這一些 C1、C2 我們把剛剛的這些東西把它抄下來 把C0到C3把它抄下來 左半邊的C0 C1、C2、C3 抄下來變成這一些東西 所謂答案是否定的就是 你現在C0看到這個A0、A2、A4、A6 這幾個東西 不是馬上直接算出來的 不是馬上算的 我們要recursive再呼叫FFT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怎麼recursive再呼叫 你的這些東西 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的前面講的是 Omega的 這個是N等於8 Omega的80方式得到1 Omega的40方式得到-1 現在我們把上面這個東西要做計算了 那我們現在如果令 X等於Omega平方 另外一個變數 X等於Omega平方 那這時候你的X就會等於 這個1的I2排除以4 剛剛這個是除以8 平方就變成除以4 那同時你就把這個X帶到上面這些東西把它帶進來 剛剛的二次方的現在變成X 剛剛的四次方就變成X平方了 這是變數換一下而已 所以上面這一排的東西 我們就把它抽下來變成這一排的東西 好 那現在我們有A10到A6 Input有四個 Omega是C0到C3 也有四個我們要做計算 那現在我們變成要算這一組的東西 那這一組的東西 我們就回來看一看 這一組東西跟我們最前面的這一組東西 事實上是一樣的 我們剛剛前面要算的N等於4 是這一組 那這一組你要算的Oper是B0到B3 然後你這一組要算的東西是 Input是A0 A1 A2 A3 除了你的這個代號 你的這個Input的代號 跟Oper的代號不一樣之外 你的Pin是一樣的 這Omega1方 Omega2方 Omega3方 最下面是3方 6方9方 這跟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一樣的 這是X1次方 X2次方 X3次方 最下面這是X3方 X6方 A9方 所以你的 你要算的東西呢 變成你的Input是 0 A0 A2 A4 A6 你的Oper是C0 C1 C2 C3 事實上你算的東西跟這個是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那剛剛我們要算這個N等於4的 這一串的東西 並不是直接算的 我們剛剛說 這個你可以又做做組合吧 所以一樣的情況 你現在想算這一串 你也不是直接算 Recursive的呼叫 剛才N等於4的狀況 好 好 所以我們 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你的C0到C3 正好是A0 A2 A4的 A6的FFT 那這個是 左半邊的C0到C3這一組的情況 另外 D的這一組的情況 一樣的 一樣的情況 D的這一組 正好 會是A1 A3 A5 A7 E357的 FFT 所以你要算這個東西 是要Recursive去算的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得到結論了 我們再回到這邊來看一下 當你要算N等於8的時候 8個資料 你要算它的FFT怎麼算呢 你就是要先去算 C0到C3 還有D0到D3 那C0到C3是什麼東西 C0到C3是 偶數那半邊的FFT 然後D0到D3是什麼東西 是G數那右半邊的FFT 再說一遍齁 我們再看一下 你要算B0到B7 你首先要算出來 C0到C3 還有D0到D3 你原來是要算8個資料的 要算8個 現在你變成要算什麼 兩組 每一組各4個 左半邊這一組是C0到C3 它的Input有4個 右半邊D0到D3 它的Input也有4個 所以你現在變成要算 兩組 C0到C3 還有D0到D3 這兩組 每一組都是4個 我們D1看看在這裡 Divide Divide是原來要算8個資料的 現在分成兩組 每一組都是4個 雖然這個看起來好像也不像我們在平面上切一半 看起來這麼單純 那事實上呢 你見過這樣一個 這個重新整理之後 左半邊4個要算FAT 右半邊4個要算FAT 所以有兩組4個 兩組一半的 都資料要算FAT 算好之後我們怎麼Merge 那Merge就非常簡單了 八個資料齁 你要算出來 就是你有C0到C3 D0到D3 算好了 然後呢 就一組一組一個加 加加 然後這邊是減減減 所以Merge的時候呢 你有八個東西要算 你要做八次的加法或減法 你要做八次的加法或減法 所以Merge的時間是 你有八個資料要算 Merge的時間是N O的N 你有N個東西要算 你Merge的時間是O的N 好 那 下面這個等於是我們 剛剛的結論齁 這個剛剛的結論就是 等於是說 我現在要算 M1接 那我要更另外一個M1接加二文針 剛好距離是一半的地方 距離是一半的地方 是你配對的地方齁 剛我們前面呢 M0跟M4 我們全部有八個 全部有八個 那一半的話就是4 所以M0跟M4配成一對 然後M1跟M5是配成一對 2跟6是配成一對 他們距離都等於4 一半的地方 那如果是M1接的話 一半的地方 10接加上二文針 就是一半的地方 那這個配對的時候呢 就是M1接是把偶數的部分 放到前面 G1的部分放到後面 那它正好會等於 一個C接加上Om2D接 那下半部的這個部分的話 正好會等於這個 C接減掉Om2接 乘以D接 正好會等於這個 好 那這個就等於 我們這個 剛剛的這個 演算碼的整理齁 Input有N的資料進來 這邊一定要切剛剛好一半 8個一定要切剛剛好 是4個4個 剛剛好一半的 不像我們前面的 平面的問題說 你可以切 那左邊多一個點 右邊多一個 無所謂 這邊要剛剛好一半 所以你這個N進來的 這個資料 一定是2的K次方 從8個切成4個 4個切成2個 剛剛好 好 那我們Output要算BJ BJ 那BJ算什麼東西呢 就算我們這個 這個Formula 也就是我們DFT的Formula 好 那當N等於2 只有兩個的時候 等於2只有兩個 你可以看喔 把B0帶進去 就是A0加AE 把B帶進去 就是A0減掉AE A0減掉AE 兩個的時候 Omega1次方 Omega1半次方 就是-1 剛剛說過 Omega2次方 兩個的時候 Omega2次方 是等於1 Omega1半次方 就是Omega1次方 是-1 所以 兩個的時候你可以看喔 它也是有這個性質啊 一個是加了一個是減的 一樣的 那兩個的時候 直接算 更多的時候要recursive 就是我們剛剛有N個 更多的時候recursive 所以 更多的時候 就是 把偶數放在一邊 把偶數放在另外一邊 那偶數那邊呢 去recursive算它的 FAT 算出來這個答案角 是要叫C0 C的這個index 然後 右半邊的去算出來 這一堆叫D 那這個是一半喔 兩堆 但是都是一半的資料 接下來就是 把每一個B把它算出來 每個B就拿相對應的C跟D 拿來算 那一個是加的一個是減的 時間複雜度其實也就出來了齁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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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N個資料算 怎麼算 第二步齁 是recursive的 但是都是 一半一半的資料有兩個 所以是兩倍的T-O-N 所以是兩倍的T-O-N 一半的資料 但是有兩個 加上 第三步的merge merge 你有N個資料 你要算這個加或者減 要算N次齁 這個要orderN的時間來算 那 你把這個推倒一下 這個就是orderN6N 那 所以這個 以上就是我們的 AFT的方法 再過來 再下一個齁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問題 那另外這個是 矩陣的乘法 這個 矩陣的乘法 我們看一下 這個 我們就看這個好了 就看這個 好 那 矩陣的乘法的話 當然不僅僅只有2x2 這個 比較簡單的翻譯 2x2 當我們要算這個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算1711的話是 這邊的第一個raw 跟這邊的第一colon 等於是做內積的印算 就是A11乘以B11 再加A12乘以B21 那 你這個 這一排跟這一排做印算 就得到這個答案 我要算這個C12的時候呢 就是 就是 這一個 第一個raw 跟這邊的第二colon 1 1 2 這邊是1 這邊是2 這邊跟這個做印算 就可以得到答案 好 那所以 矩陣的乘法 如果一邊 這一邊 有N個資料 這個一邊也有N個資料 N乘以N的矩陣的話 那我要花多少時間來算 好 假設ABC都是N乘以N的矩陣 我們的矩陣都是方的 那 我們要花多少時間來算這個 算每一個元素 你就要經由這個公式來算 AIK乘以BK 把它算起來 算一個元素 算一個元素 算一個元素答案的話 我要一個raw 成一個colon 這個有N個資料 做成法計算 之後把它加起來 N個資料把它加起來 這個你要花orderN的時間 算 一個資料出來 一個 然後呢 你這邊的話 有N個東西要算 N平方的東西 這一邊是N 這邊是N 所以你有N平方的東西要算 所以如果你直接算的話 你要orderN三方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推論 orderN三方 我想 那我想 舉論成法計算的話 在高中也學過 在大學的話 先進代書也學過 舉論成法計算 那你可能 從來想到了 就是orderN三方 這個非常自然 對不對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真的非常自然 每一個答案都要算 C11 每個答案都要算 這個答案你要算的時候 就是 一個raw成語colon 這是orderN跑不掉的 想像一下 orderN是跑不掉的 那每一個答案都要算 N平方也跑不掉 這個一撐起來 N三方非常自然 所以你就從來沒有想過說 這個還能改進嗎 沒有一個調可以省 沒有一個調可以省的 怎麼能夠改進呢 好 那這個當然就是 還有改進的空間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如果說 我們想要做這個計算 不要直接算 不要直接算 我們剛剛直接算的話 orderN三方跑不掉 但是我們現在不要直接算 那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就把那個矩陣 把它切成 4塊 因為這個 我們也假設 這個N剛好是 2的某個翅膀 剛好可以切一半的 可以切 所以 我們就把它切成4塊 不過我們這邊如果 你是2x12的話 一切 這個就剩下一個 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矩陣很大 這個矩陣是很大的 那你把它切成4塊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矩陣 你就把它切成4塊 那接下來 左上角這一塊 我們就稱它叫C11 這一塊的話 我們就稱它叫C12 這個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元素 它是一個summatrix 它是一個小的矩陣 那這個叫C21 這叫C12 好 那所以 這個切完畢之後 就是像我們這個 就是你這個 上下還有 左右 只要把它各切一刀 之後你就變成4塊了 那一樣的對A跟B 都一樣做這個切法 一樣切 那這個時候 很容易得到 這個C11這一塊 我要算出來 這不是一個元素 這是一塊的 一個summatrix要算 那我一樣可以算出來 這我要算這一塊summatrix的時候 它的 它的內容等於A11 乘以B1 一樣的 這一塊也是一樣 A11是這個 就是這個Raw 乘以這個Color 這個Raw 是A11乘以B1 這塊是A12乘以B21 一樣會有這個性質 一樣的 那這個各位 可以 回家可以驗證一下 我這個東西 不是一個元素 它這個東西 裡面包含很多元素 你把這個元素 把它展開來 看它有沒有等於這個 一樣的 這變成 小的矩陣相乘 C11 是等於A11乘以B1 這個的話 是N乘以N乘以N的矩陣 這個每一個都是一樣大小的 然後把它加起來 所以這一塊裡面的內容 這一塊裡面內容 很多元素的 大家也可以透過這個矩陣的乘法 小的矩陣乘法 做印算 這個會一樣的 類似我們的 把這個東西 當成一個小的元素來看待 那個情況是一樣的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這四個formula 就出來了 C1 C12 C12的話就是 這個乘以 這個column 記得我們要debine conker 我們不要直接算 我們直接算的話 剛剛說過N三方跑不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不要直接算了 我們要debine conker 我們就是 把這個大的 這個矩陣把它切成4塊 那以前我們debine的 都是切成2塊 但是因為我們這是一個方形的東西 這是一個方形的東西 一切 上下一刀左右一刀 就變成4塊了 所以我們的debine conker 在這邊切成4塊的 不是切成2塊 切成4塊 那我們得到的東西就是 你要算 那個大的 你不要直接算 我就說 這算4個這個小的 這4個小的答案 得到以後 就是我這個大的答案 那這邊 這個4個小的答案 算出來之後呢 也不要默舉了 你就把C11擺在左上角 C12擺在右上角 也不需要默舉 因為你算出來的東西 你把它擺到正確位置就對了 C1跟C22不要做硬算 因為這個是互相無關的 不要做硬算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分析這個 時間複雜度 這個是一個debine conker 我們來看一下時間複雜度 N小1等於2 TLN TLN就是一邊的邊長 一邊邊長是N的時候 N小1等於2的話 那你不要算 你就直接 小1等於2我就直接算 我又不要切了 我直接算 那大的時候我才要切 那大的時候我要切什麼東西 我要算這4個答案 結果我用到了 1 2 3 4 5 6 7 8 這個8個小舉動的乘法 我們把它切成4塊 切成4塊 這個跟之前的debine conker不太一樣 切成2塊左右 兩邊兩個小的東西在做硬算 現在我把它切成4塊 這個切成4塊之後 結果你需要的計算量 不是4個計算量而已 變成8個計算量 因為我這個左半邊 這個要做一個硬算 我要得到CEE的答案 我要做這個硬算 這個是小舉動的硬算 TLON之間 一半的舉動的硬算 但是這種舉動的硬算 有8個要算 切成4塊 但是它有8個硬算量 所以 左半邊 這個有乘以8 8個硬算量 再加上 這個CN平方 那這什麼意思呢 當我把這個 這個小的舉動數算完之後 你要算C萬萬 要組合起來 要莫舉起來 我們是說你算完C萬萬之後 你不要再跟C12 做莫舉動作 但是你要算這個C萬萬 本身這個要做莫舉 這邊一個加法 這個加法 的計算量是多少 這個矩陣的 大小 這個一個大小 這一個大小是 是多少呢 2分之N 乘以2分之N 4分之N平方 那我們做加法陰算的話 比較單純 相對應的元素相加就可以了 相對應的 那我有 我有這麼多個 資料要相加 4分之N平方 所以這邊的每一個加法 這邊的每一個加法陰算 它的計算量是4分之N平方 剛剛好有4個 2個 3個 4個 這4個合在一起 4分之N平方再乘以4 就是N平方 所以我總共有 N平方個加法計算 Number Additions 加法計算一共有N平方個 那每一個計算我到底花多少時間 那當然我們在分析複雜度的時候 不能說它花多少時間 只能說它花C個單位的時間 這個C 就代表一個加法的計算量 加法計算的時間 是C的單位的時間 C的時間是一個加法的計算 那我有N平方的加法要算 所以我總共花的時間是C乘以N平方 那這個formule就出來了 就T乘以N 就等於8 乘以T乘二分之N 再加CN平方 就是整個計算量 這個公式的推導 我們就卡不倒了 最後這個答案是N三方 這個答案是N三方 跟前面的這個 直接算的是N三方 沒有改進 並沒有改進 前面算的是N三方 這個答案算一算還是N三方 計算量一樣都沒有改進 好 那沒關係 這個等一下我們就會改進的方法 我們到這邊先下課休息